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松师姐 大家午安 今天是元旦 2023年1月1号 那今天上课的目的 其实第十三讲 是各位看到 谈的是两种健忘 两种健忘是谈到 第一卷第二卷的接近道理的结束 因为最后一个叫做 叫做见性非合合非不合合 这个主题是结论 结论 我读那么多年我读懂了 现在读懂这个道理叫做结论 那教官不是见说 教官有他的说法 所以见仁见智 那我的 我的 看法 这个地方第十四讲是结论 所以结论 什么时候讲 本来想说15号可以上课 后来也是想到15号是刚回来 那也不很方便 可能自己也很累 所以我们15号不上课的话 那我们8号 就下一周就8号了 8号我已经在香港 然后15号我已经回来 然后15号我已经回来 但是22号是初一 所以我们本月 就今天是元旦 最后一周是29号 29就是初八 初八 所以各位要来上课 大概要知道 就是最后一周要上课 中间有三周不用来 公告已经出来了 世界告诉我 所以看那个网页 的公告会知道 那结论 结论要四周之后 我们再来说 我会好好的认真思考一下 这个结论怎么讲 那主要的道理都已经在 一路说上来了 就是谈到谈到见性是什么 见性是心是他的标题 十番显见的题目 第一番叫做见性是心 但是见性是心是说 心是见性的意思 对不对 心是见性 所以见性是他的定义 所以见性是他的定义 他给他的说法 他最主要就是破除凡夫以为 人见性是眼睛 人见的一个是眼睛 各都同意 对不对 第二个 这个人见是眼睛还不够 还需要有一个分别心 分别心 就是说除了眼睛以外 还要有一个心 心是做判断 眼是做什么 应该说是见别 因为耳朵是用听声音的见别 对不对 然后鼻子有一个秀的作用 是对于相畜的那个相畏的一个见别 但是见别的结果呢 意思就是说不能够只有客观的见别 还有主观的判断 那这个叫心 所以一开始我们谈这个叫做目见心知 就是目能见心能知 对不对 可是我们也说了佛就破除阿难这方面的缺失 目不能见 那心也不能知啊 为什么 因为心知是主观的 那眼见是有限的 大家知道吗 太远了就看不到了 太近其实也看不到 那刚刚好 所以 眼见是有 也就是肉眼 肉眼之见是不够的 凡夫的肉眼是有限的 这意思 那至于凡夫的心是攀缘心 第六意识的分别心 攀缘心 所以也是主观的 也是虚妄的 所以目见心知不是这个见的根本 那所以他说见性是心 各位了解吗 性各位知道了 就是这个见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叫见性 所以破除了我们对见的迷思 就是我们在见相 各位知道 那个相 去任见 所以 任言经最主要就是破除凡夫 以肤浅的肉眼跟 跟潘缘心 为生命的主宰 生命的主宰各位知道吗 所以那个就是妄本 以虚妄为本 所以叫妄本 所以他很重要的发明 就是破除七处为心之后 也破除这个攀缘为心之后 他要谈一个道理就是两种根本 一个叫做妄本 一个叫做真本 那妄本是他一直在提醒我们 我们自以为有眼可见 有心可知 这个是妄本 那真本呢 真本在哪里 那任言经就是要谈这个真心为本 才叫做真本 那所以这个真心是什么 那就是十番显见的由来 就是要说明这个真心是什么 读到这里就是说 他有十番就是有十个道理 那十个道理怎么理解 那第一个道理就是说 刚刚说的见性是心 那反过来说 他就是要说明心是见性 刚刚提了 心是见性 那心是见性 于是就是要讲见性是什么 了解吗 心是见性 那就是要谈见性是什么 他要怎么谈 那十番的看起来是十个道理 平列了 事实上是第一个是总刚 那后面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个就是上次提到的肩肺事件 你数一数是不是刚好十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果然呢 见非事件要不要数一数 十个哦 不多不少哦 这四个明目 内容好了 这其实明目 明目也是 如果我没记错 应该也是焦光的明目 他的明目比较简单扼要 然后十番不止焦光的主张 像偶艺之虚跟太虚大师 还有很多追随着焦光的信徒 都有十番 那比较明显是太虚大师跟偶艺之虚 虽然也是用十番来理解 但是他们的明目不同啊 那明目不同还不止啊 取舍的范围也不同 因为这个经文原来是没有 没有纲目 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 什么叫没有纲目 因为佛经是一片啦 就像那金刚经三十二份 是昭明太子所分的 那原来只有一片而已 就像其他经典他也是 从头到尾就是一片啦 那中间要给他区隔的 章节 那所以后来有所谓的虚分 正宗分 流通分 那这三分还不够啊 三分还不够的话 那每一个人给他的纲目都不同 所以十番的范围就在这个地方 取舍有差异 那我是用昭光的取舍为内容 也以他的明目为纲领 但是我的解释会有些变化 那这个变化其实也就在我上课的时候 跟各位所说的我的理解 那心是见性都对 那这个十个总纲啊 然后再来谈这个见性是什么 所以就是从不动 从不灭 从不失来谈 这是我的结构 然后所以他不是十个平列了 不是十个平列的简单的分析而已 那进一步就是说 之所以谈不动 不灭 不失是因为要谈一个道理 他跟物的关系 跟物的关系 那于是就有这四个说明 就是无缓 不假 无碍 不分 不分的意思就是说 不分是与非 不分的意思就是 见性不分是见性 还是说非见性 为什么会有是有非呢 那就是因为分别性的结果 因为我们还没证悟以前 我们把那个见性 当作一个对象来理解 而这个对象称为见性的对象 是从万物当中去认取的 或我们这样说 谈见性或谈性的时候 背后有一个道理 更大的道理在 这也就是我讲完这一次 最大的一个理解 就是性物关系 上次我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基础 就是见性跟物的关系 那现在我更清楚一个道理 也就是性物的关系 的一个说明 那也就是任言经 谈真心的重要的内容 这要怎么说呢 谈到见非事件的话 其实已经显示这个道理了 因为他说如果见是一个对象的话 对不对 那就是见见是见了 见见是见 但他的题目是说见见非见了 见见非见是很重要的命题 为什么一直以来 我们要从万物当中去认见 了解吗 认什么 认他的不动 认他的不灭 不思 无缓 不杂 无碍 不分 都是从万物当中去认取 对他的对他的政务 那见你说 不就是有人所关系吗 只是个人所关系啊 他是借 借人见跟所见的关系 来了解这个人见的心 这是一路说到无碍的时候 都是这种逻辑 可以吗 他是从见性是心开始 谈论这个问题 一路谈到无碍的时候 都是这种论述的基础 所以目的就是要我们从 从这个万物当中 其实所谓万物应该是见说 从人所当中 物能的存在 就是一个相对关系当中 你要知道主从 知道人所 你才可以把握到自己 我是人 我不是所 我不应该在所中 被所 所迷惑 好吃是好吃 但是我知道 吃多了对自己不好 那个叫做人的决定嘛 对不对 那如果好吃不知节制 其实再好吃的东西 还有更多东西可以吃 那你拼命吃某一种好吃的东西 你不是取消了其他的可能吗 所以这里有什么道理啊 就是对人 越能够清楚的话 对所越能清楚 能所清楚分别的时候 那你知道有所取舍啊 对不对 人常常迷失在所中不知能啊 那所谓的觉悟 其实就是觉悟能所的关系 能所的存在 然后呢 心不为悟所转 也就是能做主 那眼睛谈到这个无缓 不杂无碍 都是在说明 能在所中 很能够清楚明白 是一个独立可以做决定的存在 可事件一说 也就是借相对的关系 来谈相对中的人所 可以吗 这个部分要见清楚 你读他的经文的时候 才不会有障碍 于是就有一个问题了 这个就是见性了 了解吗 刚刚这人说了 这个就是了 抓到了没有 抓到了这个就是 所以就有事件性的问法 对不对 好了 这个地方开始就转了 转了 转什么 刚刚是说 要分清能所 要认能 不要被所决定嘛 对不对 是这个说法嘛 这个是我 这个是我 那个是对象 那个是环境 那个是万物 那个是万物 对不对 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我们才会有所谓的 是 是我 破是我的时候 他说没有是我的执着 听懂没有 那没有是我的执着的话 其实就是说 刚刚要认能 现在就是破这个认能的人 破这个能 前面是认取 现在是破除 可以吗 那一旦破除这个的话 其实是在相对中破除的 相对中破除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 有执着才说 不要执着嘛 对不对 已经没执着的 就不会再讲 不要执着嘛 不会说放下啦 所以说不执着 说放下 都是个功夫的说法 功夫的提醒语 那并不是真理的本身 如果真理的本身就是 即功夫即本体 那就是没功夫 也没本体的说法 对不对 那现在有功夫 功夫是什么 那个不是 现在到这里来了 那个不是 因为前面说 要认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是 现在说不是不是 那个不是 因为说不是 就会有一个 非见心的答案啊 是吗 说不是就是非嘛 好 现在告诉你 是不对 了解吗 那非呢 也不对 我举个举例 到底是 十四叫英雄 还是 英雄叫十四 都对 都对 没错啊 但是也都不对啊 也都不对啊 也都不对啊 为什么也都不对 因为也都对 所以才会有也都不对 可以吗 我这个讲法 能不能理解 因为有所说 就有所不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你说对 就是个相 因此 因此我就说不对 不对也是个相 这个 这个用波尔来讲的话 这个道理很清楚的 一法不利 是非 两个都超越 然后呢 这个是功夫语 依然是功夫语 你不要把它当作 一个体正觉悟的境界 如果是的话 那还是个对象 还是个人所的关系 佛法就是要谈 超越人所的觉悟 不管从波尔法门来谈 还是从如来讲真心来谈 那这个是个道理 我能说的就是个道理 凡事有所说是个道理 道理之所以要说是因为显示它的功夫语 功夫语必须觉悟 觉悟就是称为禅修 那禅修其实就是放下所有的相对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已经没办法跟你讲了 那因此就是默然 真理如果还要用功夫语来显示的话 只有两个字 默然或四个字 默然 然后呢 无语 如果你再不明白 可能要打你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你太可恶了 还要追根到底 对不对 打破这个砂锅 还问砂锅在哪里 所以欠打 那因此啊 那因此啊 他要只是一个一个境界 要用一个功夫语来告诉我们怎么怎么做 所以呢 一开始谈的是心是见性 了解吗 见性是心 其实反过来就是说 我们的心才是见性 那但是见性是什么 还是必须要说明的 因为这是个焦点 你要注意 这个是个焦点 焦点要讲究的是一个 教法 焦点显示教法 所有的法 是一教而来的结果的话 它一定是有一个层次 有一个逻辑的 所以要说 这也算是一个如来禅的特色 因为如来禅就是 依经教为内容 那如果是中国禅中的称为祖师禅 那可没那么复杂的道理 可说 它随随随便的喝个茶也是个什么 也是一个道理 不对 然后呢 它打破一个杯子 也是一个禅法 也就是说 它没有逻辑的 你要注意到 它就是 应该也就是随心而起用 因此它极心就是极体 极用 可是 可是我们现在讲的是经典 那经典本身也是一个 禅法来理解的话 所以 我们就看它怎么讲了 各位了解吗 那这个讲法 其实还是可以通过 通过 我们的分析 虽然我们的分析 我们的分析可能是有点多余 懂的人会觉得有点多余 但是我们不懂吗 对不对 我们还是要多余一点点 所以 他讲了很多 很多的形容词 来了解它 那所以又说了 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 有不同的形容 那我的理解 那我的理解 刚刚是说了 从心事见性 然后去谈 然后呢 形容它的是不动的 了解吗 不灭的 不思的 那你不要在相对当中理解 动也不动 那叫做不动 对不对 不是啊 它超越超越这个 相对的动静 而谈不动 然后超越了所谓的相对 谈那个 消灭跟不消灭 然后超越了相对的失去或得到 然后来谈它的一个 本性 了解吗 本性 的觉悟 不在相对的一个世界 所谓的生灭当中 然后 再来进一步 我们看这个问题 就是 要如何了解它的不动 了解它的不灭 不思呢 其实就是跟万物的关系 了解吗 生死算不算万物的一种呈现 那你说算嘛 那生活的颠倒 或生活算不算万物的一种呈现 也算了对不对 所以说 在这当中 其实所谓的无环 所谓的不佳无碍 我们说 它就是在 动中有不动 灭中有不灭 颠倒有不思当中来理解的 颠倒有不思当中来理解的 这点可以吗 所以你也不要把那个 语物的关系跟前面说的 不动不灭不思割裂了 其实我们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动与不动 对不对 生命的烧失跟不烧失 或生活中的一个颠倒而不思去 我们依然是在 这样也称之为万物的当中来了解 它无环的道理 不杂的道理 无碍的道理 这个逻辑建立起来 有助于我们去读经文的一种把握 各位知道吗 经文读的时候最主要就是不求圣洁 我记得这一点 没有会议便欣然忘食 各位知道这个道理吗 读经的时候不在于 就诵读的时候啊 品味的时候不在于我们斤斤计较 他的个别词语的了解 而是整个经文的脉络了解吗 那个整体的感受的流畅 没有昏昏欲碎 没有读了不知所云 你还清清楚楚每一个字 每一个音的朗读当中 所以你的定是定在那样的一种氛围当中 那之所以有那个法位 那是因为你平常有那个功力 你了解吗 就是现在啊 现在我们在研究的时候 把握到那个重点 然后以那个重点去整体感受 没有经文的内容 得到一种法位 法义的理解 所以我们就是读到这里来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他是在谈一个见性的道理的话 这个见性究竟是什么的意思啊 那我刚刚开始有跟各位说明 那就是说明心物的关系 心物关系会是什么关系呢 就是心物不分 那这里说见性不分 也就是谈这个见性的一个 没有视见性也没有非见性这种 这种差异性的说法 为什么呢 因为视见性或非见性 都变成人所的关系 然后就是人所的关系 也就是心物的关系 那如果是心物的关系 那这个心是真心还是 还失望心啊 大家知道吗 如果是心物关系 而这个心物是 心不是物物不是心的话 这个心会是真心吗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这个绝对不是真心 为什么 因为相对的心就不是真心 要记得这一个基本原理 相对的心 所以为什么会是相对的心呢 那就是心外求物啦 心外求物 所以心外求物的结果 或是以物为心的结果 那我们 我们以为有一个真理好不好 这个真理就是 慈悲没有敌人好不好 那 是真是 慈悲没有敌人吗 不是啊 你是用你的心去接受这句话 所以你才会说慈悲没有敌人嘛 对不对 那见一个心是 是真心的话 是不应该有怀疑的 也不需要有标榜的话 说回来 不需要怀疑也没有标榜的 一旦有所标榜的话 那就会有怀疑 了解吗 就是有个问题 为什么需要标榜 然后呢 标榜其实代表的是心虚啊 这样要标榜啊 标榜是因为需要啊 所以说标榜的理由就是 会有因缘 所以为什么因缘是不对呢 因为因缘可能是攀缘的结果 而不是物的结果 那是攀缘的话 那这个缘好不好啊 这个当然是好缘啊 为什么 因为这是句好话 了解吗 那所以我们 难道以标榜 攀好缘为真理吗 例如说说好话 做好事 存好心 对不对 然后就有好报 那是你同意的啊 有人不同意啊 有另外一个世界 那到底同意的多 还是不同意的多啊 不知道 可是你很清楚 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 所以呢 这人去提倡 当然也就是有他的 因缘 对不对 这个我们称为好因缘啊 因为有人提倡好话 好心 好报 可是这是一个什么 相对的世界 你要了解 然后呢 那眼睛不止于这个相对世界 的提倡 我们要为善去恶 知道吗 那眼睛的叫法 不是这个境界 那那眼睛境界是什么呢 一开始我们也可以见说了 为善 为善 也把这个善心 以为对象来理解 本身也是个妄想啊 所以说 他要找真心 了解吗 他不是要提倡 提倡一个善法 那因此 心 跟物的关系 是 那眼睛一个主轴 可以这样说 那这个主轴心物的关系 也就是 心物不分 心物合一 然后呢 心就是物 物就是心 那如果说心是物 物是心的话 那就是说 是心是物 非心非物 那 他必须 是 在这里去觉悟的 是心是物 非心非物 各位有没有听懂 这八个字 凡夫是相对的 是心就不是物 是物就是不是心 所以刚刚说了 是心外求物 以物为心 如果 如果 心物合一的话 也就是说 说心 就不对了 说物也不对 然后 说非心 也不对 说非物也不对 所以这里 有两个相对 有四个 对象 在做 在做认取的 这个称之为 觉悟 那我们刚刚提过这个比喻 各位还记得吗 就是说 十四跟英雄的关系 有人主张 有人主张 有人主张这个英雄叫十四 对不对 也有人主张 十四叫英雄 那到底是英雄 叫十四 还是十四叫英雄 是不是都对 但是有人都互相来反对 是不是都不对 那到底应该是心还是乌 英雄是心 十四是乌 你清楚吗 那到底是心还是乌 是不是也是英雄 也是十四 那如果你 互相对立的话 互相对立 那就是 是英雄 就不是十四 是十四 就不是英雄 你去看看 世间万法 是不是有两端的说法 痞疾就太来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跟这个相反是什么 热极生贝 热极生贝 还是霍福相宜 这是相对心的说法 我妈讲这样一个说明 这个相对心的说法 如果偏于心 偏于物的话 会不会各自走极端 都有道理 但是互相会有排斥的话 也不见得是道理 那是道理的时候 你说他不是道理 说了不是道理 以他为不是道理 又是另外一个极端 所以说 我们不就是在这个相对当中 各有所偏吗 偏于物的话 就是唯物论 所以物质是精神的基础 你知道吗 没有这个基础的话 精神就等于说了 到底面包重要 还是爱情重要 例子够多了 对不对 面包重要嘛 对不对 但是另外一个说法是 爱情 唯一是才对的 那就是说 我们很容易 在相对世界当中 掉进那个 那个神弱当中 对象当中 所以如果见一说 偏于 偏于精神方面的 心方面的执着的话 的一个坚持 算不算也是一个物的一种 所以这样一个心算不算也是物化呢 你要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说爱情重要 大于面包的话 其实某方面它也是一种偏颇 是吗 所以偏于维心的说法 不一定是真理啊 所以偏于物质也会有它的一个可靠性 那我们说这个道理了 客观而言 心物的关系 如果是心物二分的话 那谁也说不了谁 谁也不能说服谁是真理 那背后的意思是说 心中有物物中有心 真理会不会是这样 我们谈这个问题 心是包含着物 物也包含着心 所以英雄也包含着十四的因素在里面 那十四也包括了这个英雄在里面 那这样的话 到底是英雄还是十四 是面包还是爱情 是不分的 就谈这个不分嘛 对不对 那你要 世间法就是在这里二分 我们讲这个道理 然后通过那年进来思考的话 我们是在冷索的世界 对立起来 然后更深刻的理由就是说 心物二分 那心物二分的结果 我们才要去找心可以吗 如果心物统一 了解了心即是物物即是心的话 还有找心的疑问吗 回到一个问题来 阿难为什么要去找心 那是被佛追问嘛 对不对 佛为什么要问他呢 他是说他 你自己都控制不了你自己了 了解吗 然后呢你都不懂你自己 所以我要帮你找找心 如果阿难已经觉悟的话 他很快就应该知道 这个心会在哪里啊 这个心就在身内嘛 对不对 很奇怪喔 你说不对阿 他已经是在身内被佛批了 问题是佛批他 他也可以坚持 他没有坚定才不能坚持吧 我是这个理解 他如果有见地的话 他说什么都对 如果他没有见地的话 佛言佛语也就对了嘛 后面的七处真 三个不就是通过佛的理 佛法来讲这个道理 佛同样批他 你了解吗 简单来说 不管阿难怎么说 佛一定会说他不对的 我的理解是 一定会说他不对的 那他唯一能够 能够做的事情就是 要有所见 我不管你怎么说 我 我的说法很坚定 那之所以很坚定 那是因为有觉悟才可以嘛 对不对 不然的话别人说几句你就会动摇了 你有改了一个说法 重要的不是你怎么说 而重要的是你有什么体会 因此 心悟的关系啊 我们就是说了 使人眼睛谈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说到最后一个道理叫做什么 非和和非不和和 也就是心悟的关系不是和和关系 也不是不和和的关系 那既然从今天心来谈的话 那后面第三卷就很好说了 他谈万法 万法皆是心 各位了解吗 万法皆是心 因为你知道心悟不分了 心中有悟 悟中有心 所以呢 他就不是个和和的关系 也不是个非和和的关系 因此说到四科七大 了解吗 说到这个五运六路十二出十八戒 这四科 然后呢 如果就相而言 四科是相 相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有变化的 有生灭的 那生灭变化的万法万物 居然就是真心 你有没有懂这个道理啊 就是因为心悟不分嘛 悟中有心 心中有悟 可是对凡夫而言 万法四科 就是 就是无常之物 那所以从无常当中 能够理解到他的真常 那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你的觉悟的结果 所以 在这个地方如果懂的话 能源经读撒去就有道理了 这个地方不懂的话 你读到第三卷 你根本不知道怎么说他 为什么 他的逻辑很简单 他只是说非因缘非自然 然后跟你说非因缘的理由是什么 如果从因缘来就还到因缘去 对不对 有来有去 有因缘生 那就有因缘灭 因缘生因缘灭的结果就是无常 无常的东西怎么可以当真呢 道理是见说啊 说完以后呢 我一点都不懂 你要告诉我什么意思 了解吗 经文的表面意思我懂啦 所以 讲这个道理背后什么意思 那其实就是说 心悟的关系 心悟合一的话 那么即心即悟 了解吗 即悟即心 那既然来去谈 我们对真心的了解的话 那就不是心是见心啊 心是五蕴你知道吗 心是六路 心是什么 心是十八戒 哇 一说 怎么有有一点 有一点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所云啊 为什么 心是见性好懂一点 心是五蕴的话 比较奇怪啦 但是这里有隐藏版 因为五蕴是性还是像啊 我们理解为四颗都是像啊 四颗都是像 但是 但是 是性是像 不是见表面的意思 怎么说呢 就是观性 观相原望 观性原真 就是任言经的话 所以就 意思说 你怎么观的问题 你怎么理解四颗的存在的问题 所以也就是说了 见性 那一般人看的不是见性 他理解的是见像 所以从像而言的话 那见像不是心 见像不是心 那能见是性吗 这里哦 我们呢 说到这个哦 前面哦 一直从见性是心 说到 见性无碍 都起码到这里 都是在谈这个能见 都在谈这个能见 要认这个能见 你知道吗 是用这个来比喻真心 来比喻这个真心 你懂这个道理 你就知道 这个 这个真心 然后我们刚刚谈到这个地方 就是不分是 不分非的话 就是把这个 人所的关系 初步的 去打破 听懂没有 为什么说初步 因为他还有一个 逻辑存在 叫做不分 人与所不分 你知道吗 所以不能讲是与非 有人与所的对立相对 我们来谈是与非 那现在说 不分是与非的话 背后就是把这个人所关系 初步的 初步的 打破或挖解 所以也可见说 真心非能非所 他还有这个意味在 还有这个说法在 好 所以说 一旦 你把它当作人所来理解的话 那不是自然就是什么 就是因缘 因为因缘也好 自然也好 一旦见去讲它 虽然这两个说法是极端的 矛盾的 不能相容的 讲因缘 讲因缘就不是讲因缘 讲自然 就不是讲因缘 但是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在人所当中 成型了 只是执着的讲法不同 所以 他说超情 是那个不分的 进一步的 去打破这个执着 因为我说了不分 还有一个人所不分 了解吗 是非不论的话 就是背后有一个人所不分 依然是一个 一个 一个超级的什么 大对象 现在告诉你 超乎这个 这个凡情 能够理解的 所以你不要再讲自然 不要再讲因缘 那根本就多余了 到见非是见 你听懂没有 把这个人 否定掉了 知道吗 把这个人否定掉 所以说 见非是见 见讲各位清楚吗 不清楚 要休息一下了 你们讲很久了 休息一下 好 刚刚跟各位讲了 一大段的道理 可能听不懂 但是我觉得我讲了 还蛮清楚的 我有自信 那要再把它 再跟各位 再说明一下 渐渐飞渐 到底 是什么意思 因为 因为 渐性不分 因为 渐性超情 所以 他在这个地方 已经把 渐性 或所谓的渐 渐渐 打破了 渐性不分 打破了 渐性不分 那你们中 渐性不分 打破了 渐性不分 第二个有对象 对象还有个对象 那个对象是把你那个见怎么样 对焦起来和对出来 还有你说的有心 那个心不谈什么 能够分别什么是什么 那个叫心 那个心要有知觉 知觉 所以那个心有一个人知 所以基于以上所说的理由 你会不会觉得就有见 基于以上的理由 见是不是可以被理解是存在的 对不对 然后 人人都以为自己有见有知 对不对 就算没眼睛 他也会觉得他有人知之心 只要有个东西 他可以去摸它 对吧 所以一定是有个物嘛 对不对 就是说有一个物 让那个物来自我肯定 除非 除非是草木啦 因为草木无情 你说了 那个叫冷气 冷气机能知道电脑的存在吗 你觉得电脑能知道麦克风的存在吗 不知道的理由是什么 他们是无知吗 是不是 凡有知的存在 有知的存在 都应该觉得他可以有见 那个见不一定用眼睛来看 所以 现在就是在说了 因为凡夫是以感官之之为我 他要说有一个真心 了解吗 那真心其实就是说用一个冷见来说明 那个真心用冷见来说明 所以前面说的心是见性 就是说明这个冷见的存在 然后再说到不动等等 然后到这里来 告诉我们说 他是人所不分的 他是超出烦情 以为是自然或因缘那种执着 其实见非是见 有没有看懂这个地方 见非是见 其实就是打破了我们对见的执着 然后或许我们见说了 见有那个 有那个知的作用吗 就凡清而言是有的 但是那个有是个虚妄的存在的有 所以说肉眼不能够看太远 所以才说佛眼才是最高级的眼 就算是法眼这个道眼都是有限 那不就是相对的打破了他的什么 他的能见吗 因为唯有佛眼才是全知的 全能全知的 所以现在有一个命题了 见非是见到底什么意思 真见不明见 真见不明见 就像凡夫自以为有见 你觉得你真的是能看到吗 是真知灼见还是 是肤浅的肉眼之见 凡夫这个井底之蛙自以为有见 然后沾沾自喜 不过就是一管亏天 所以不明为见 更不是知 可以吗 那见的话 其实就是见一个道理 因为一直以来通过见性来论真心 知道吗 通过见性来论真心 那么反过来说真心是见性 那么见性是什么 那就是通过能见来说明 论述到这个地方 就是说假如你懂得这个见 不是见的话 你才懂得见是什么 所以见见非见 你们听懂 两个见都一样的中文写法 那第二个见 就是他一直以来论这个见性的见 就是能见之见 那到这个地方 有一种更高的一种超越 更高的超越就是对人所的超越 人所的超越 第一个说法就是人所不分 第二个讲法就是说 所谓不分不是我们以为是自然或因缘的讲法 更进一步告诉你 根本就不是你以为那个见 没有人见这种东西可以吗 没有人见这个东西可以吗 记得这句话 因为用这句话带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因为有两种望见的存在 因为有两种望见的存在 第一种就是个别的 第二种是共同的 如果你随意找一个人来说 他说他所谓的有见地 有看法通通都是虚妄的 都是个人的偏见 主观的见 你说他接不接受 大多数正常的普通的情况 应该没有佛法的训练的人 不容易接不接受了 简单来说不接受 那我们用佛法来谈 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共识 我们可以接受 可是在现实下 我们大概也不接受 对不对 比较是这样嘛 所以要打破了 对自己有见的看法 其实是很难的 对不对 那如果说 一国之人都有一个看法 你能够打破他的偏见吗 那就更难了 因为我们这些国人 都是共同的意见 听说有韩国人喜欢吃辣 对不对 韩国人喜欢热闹 对不对 然后你说那是你们民族性 那他们会接受吗 一般不接受嘛 对不对 他以为这个是真理 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吗 我们这里所有人都爱吃辣的 那怎么会有问题呢 你说辣不好啊 不可能接受你的说法 说他的是主观的 他认为他所见是普遍的真理 吃辣是真理你知道吗 所以 所以 譬如说爱吃狗的人 狗肉的人会说被植上天人所吃 这值得怀疑吗 不会吗对不对 那你跟他说这个不杀生 对不对 他不会接受啊 因为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就等于是 东方人把狗当作是食物 是吗 西方人把狗当作是朋友 可是西方人把狗当什么 食物 那东方人把狗当作什么呢 不是朋友哦 加你的芦碑 然后帮你耕田的 你宰了他来吃的话 你就断了你的生路 虚目 虚目民族你知道 就是 就是大拼流言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吃什么 吃肉嘛 那农业民族呢 他就是耕田的 他比较少吃肉 那 两种真理 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一国一族 所以 他不容易什么 不容易觉得自己 有偏见 他以为自己 的经验 自己的价值观 告诉他的 这个就是真理 所以有两种健忘 了解吗 两种健忘 你要知道 这都是我们的望见 而不是真理的话 这个就是超越什么 超越自我的执着 超越那个能 那我们前面说一个道理就是 真心是心物不分嘛 对不对 真心是心物不分的话 所以真心也就是有能有所啊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不应该在这个 人 外求所 也不应该 因为那个所而改变了我们的人 所以在那个说法 也就是 清楚 人是人 所是所 这样的话 有能有所 同时互相存在 是人也是所 非人也非所 所以这个是真心 我们前面是讲这一段的 我们讲到这个不分的时候 都讲这一个的 可是讲到这里超情的时候 刚刚所说的都是一种情的分别 听懂吗 那因此你把它对上话 说因缘也不对 自然也不对 因为 见非是见 为什么那个见不是见呢 因为那个是望见 你懂的那个是望见的话 那才懂真心 见见非见 见由离见 见所不能及 那十六个字很重要 我还记得吗 等下我们还要去读它 要通过这个来去觉悟的 因为我们会现在个人的什么 个人的 主观的 或团体的主观的 我们有个人的习性 我们也有一个 一个文化社会的习性 像我比较多的文化习性 各位知道吗 就是传统文化 因为我有接受传统的教育 我懂儒家一些理论 我也读了老子一些东西 所以 我有比较多的文化传统 那 我大概是没有台湾什么 台湾的文化嘛 对不对 所以我不懂台语 台语是一种文化 我要知道 所有的语文都是一种文化传统 所以你都懂一种语言 你不只是多一种技术或能力 你同时也会吸收 它背后的文化理念 像我们大概中秋节不放假 除夕夜不团圆 我们应该不习惯嘛 对不对 可是 可是新的时代 可以不贴春年吗 就是说 我们在寺院都拿很多春年回家贴啊 表示寺院是认同这个文化传统的 你要注意 寺院是出家人清修之地 它应该远离红尘 那干嘛就那么多春年给我们带回家贴啊 表示它有传统文化的什么继承嘛 所以说我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所谓的彼此都认同的价值理念 我记得啦 我们慢慢长大 我们在宋帝姐妹对家里要贴春年就会有意见 你知道吗 尤其是基督徒 对不对 所以 父母要贴可以吗 已经不是他当家了 怎么可以呢 只能贴在哪里啊 卧室可以啦 不至于贴在马桶旁边 因为马桶还是大家要用嘛 对不对 但是你的卧室是你的天地 你爱怎么贴都没人管你 所以说新时代啊 新时代对于传统文化可能有不同的观念啊 那我就问说了 寺院为什么送春年 他是方外之人 可是他认同啊 也因为要红法 你了解吗 如果你说大家都喜欢贴春年 你不送春年的话 你就少了一个什么红法的管道 他就不来了 他就都别的地方拿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基于这个理由 他要不要认同啊 他要必须随属 那这样的话 我们说了一个道理啦 所谓的心 没那么的 没那么单纯是 自己的心啊 他有没有跟这个世界往来的 对不对 需要 他要不要接受别人的看法 那所以说 心究竟是什么 心是广大了 要打破个人的狭隘 了解吗 那就要打破了所谓的健忘 那有两种健忘 可见 健就不是真健哦 懂吗 健就不是真健了 那你要看懂这一点的话 你就才可以完整知道 心是什么 我应该可以直接就讲今天的内容了 但是我想说 两篇文章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刚刚有给大家看过了 十番险健物真心 各位看到我是2020年11月18号写的 那个时候 已经两年前了 在政大 他们的 他们的 那个叫读书会 要讲这个任言经 然后 这里要看什么 就是十番险健的简单版 的说明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程有十四堂课 但是 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们只能看简单版 那这个简单版 来看看这个道理 然后 十番险健 那第一番就健性是心 对不对 那什么意思呢 我给他一个说明 眼是见缘 有没有 能见之缘 那如果我们要眼 其实 还有一个 能见是心 才是根本 有没有 所以 眼只是见缘而已 所以这个叫做眼 见相也可以 不是见性 了解吗 眼是见相 所以 像是会改变的 像是 是会消失的 但是心比较稳定 那因此人间才是心 可以吗 可是 赵光给的标目是 见性是心 我理解为是人间的意思 因为到后面还是被 被他所破 然后 见性不动的话 那我们要说明 为什么不动 因为有动 就是成的意思 成相的变化 才会波动 才会改变 那心 不是成的意思 心不是成 所以心是不动 在这里你看到了 心相对比较稳定 然后心就是这个能的所在 那么眼只是辅作的 叫做真上缘 真上缘有听懂吗 就是给他锦上添花的意思 然后见性不灭 那不灭的理由就是 这个能见之性是超越生死 我说了 不动也好 不灭也好 不思也好 只是在形容这个见性的特性 是第一个 说明的 补充 补充你知道吗 多一个不为多 对不对 少一个也不为少 所以叫补充 所以懂的话 这些都是分别语 而并不是 真的是说 条列的他们 互相冲突的说明 而且他们是 互相的 补充的结果 所以要顾的是什么 心是能见的关系 那在这里 这个能锁很清楚 了解吗 这个能锁清楚 就是刚刚一开始说的是 哲哲真妄 真心是真本 了解了 真心是真本 你不懂真心 就不懂真本了 要把那个妄本 妄心 要放下 好 那是真心是真心 是真心是真心 是真心是真心 所以不会 是真心是真心 我们会以为 失去了 不会失去 失去跟烧灭是同一个意思 对不对 这从有到无 就叫做烧灭 叫做失去 疑伤可以找回来 疑伤可以找回来 不会 不会疑伤 连疑伤都不会了 那更不可能失去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说 它相对的稳定 我们要讲这个意思 相对的稳定 为什么讲相对呢 因为在相对法 讲它的相对存在 所以能比所更关键 那在这里我们叫 认能不认所 才不会被物所转 因为这个讲法 是从有向来谈的 并不是 并不是从完完全全的 不可说不可言来谈的 这样的话 就是在能所当中 认清主从 主从的关系 主空的存在 而并不是刻成 所以谈真心就是 不要误认刻成为心 那因此 虽于迷而不离私了 好 那我就说了 它跟物的关系再来核对 可还的 不是心 如果 还到不能还的话 那比较可以理解 那个是心 那么可还于物 也就是可还是成 而真心是无还的 那 这个地方怎么说呢 就是说 有八项来做核对的基础 民、暗、通、社、社、空、染、禁 有没有 一般来说前面四个比较好懂 其实他们是四个相对的对象 暗、禁 从后面说回来了 暗、禁是什么 暗、禁是好坏 好坏 就是好的叫做禁 暗的就是不好 不好 就是有一个价值判断 社空的意思就是有无 社为有 空为无 其实这一切不就是 有无的存在吗 无为什么也是一种存在 凡夫只知道有车有房有老婆是幸福对不对 但是可知道无忧无虑也是幸福啊 那有车就是有车子贷款嘛对不对 有房有没有房子贷款啊 那有太太就每个月要给家用 烦不烦啊 你有没有 你有钱财可以给嘛对不对 所以有是幸福吗 嗯 那就不一定哦 有 有车有房有太太 不就是有优有虑有烦恼 的相对同事存在吗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说了 把这个 如果你的幸福来于有车有房有太太的话 还回去你还是很快乐对不对 很幸福的话那才真快乐嘛 同不同意 因为这个条件还回去啦 那如果有优有无忧无虑无烦恼 你才会快乐的话 那现在也把它还回去了 还回去不是有优有虑有烦恼 那还是很快乐 那这个才是真快乐嘛对不对 有听懂吗 超越那个什么有无啊 就所谓的色空 所以这一切不就是 来于有或来于无吗 我这样理解啊 那眼睛这样理解 我把它那个八环变相 变成两个字 两个字又变成我刚刚所说的道理 好懂吗 好懂多了 对不对 你在读经文 你看看 你看到他为什么要还给那八个相 就刚刚所说了 八个相来于四个相对 染进相对就是好坏的不同 然后色空就是有无不同 那通色呢 通色其实就是畅通跟主色了 生命不就是一路很畅通吗 或一路很这个庸舍吗 那就是顺利的不同 了解吗 顺利的不同 那顺利不同 你看懂了 前途是明暗吗 明是光明暗是黑暗的 所以你可以从明暗来看 你也可以从通色来看 也可以从色空来看 或染进来看 八相不一定需要同时看 因为每个人执着不同 那又怎么 有人以为这个有的就是明 对不对 无的就是暗 不见得啦 刚刚说无有无虑不错嘛 对不对 无才无米 无有 那个才是 二十啊 那我们跟你 我们就说了 有的是 有房有车有太太 应该好了吧 不是啊 有车有房 有车带 有房有房带 有太太的 有有 不是带他也带 要给家用了 离婚的话 也要给三养费 你还敢结婚吗 所以说 有也有有的烦恼 无也有无的担忧 那现在就说 这些都是姻缘啦 有有借来的 就要有还 所以借来的全部还回去的话 就不被物相所迁 签的意思是改变 必是遮蔽 然是污染 因为它是本庙 本明 本静 本静什么意思呢 本来就是好的 不会改变的 就叫本静 了解吗 这个静的意思是超越 然静的静 所以是绝对的好 叫静 绝对的好 不是因为有努力就好 不努力了就不好 所以本静 本明是什么 本来就是光明嘛 对不对 我们觉得有车有房 无忧无虑 那就光明 对不对 那如果说这些都没有的话 就没光明了 那这个 这个为什么不是真心 你要知道 真心是超越冷锁 我讲过了 真心要超越冷锁 然后呢 真心是心物不分 你知道吗 心即是物 物即是心 然后呢 即心即物 即物即心 所以呢 谁也不是改变谁 然后在这里去了解 那如果我们在这里有冷锁的话 我们已经是那个 第八四 在第八四的基础来谈这个问题 我们就是说 要从第八四的觉悟 回到超越第八四的限制 这个是谈佛法的一个微妙之处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个大仓库 叫第八四 你知道吗 而这个第八四 伴随着它有那个前六四 第七四 所以说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十二因缘 然后这个叫五十以来 这也称为轮回 所以这笔章讲不清楚了 那怎么 那所以讲不清楚 不讲它了 我们直接就讲一个真心的理论 那真心还是需要通过八四的面对 知道吗 那八四的面对 其实就是一个人所 人所的世界 所以你要怎么面对你所处的世界 那就通过你对人的把握 那现在任言经讲这个人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不被他的人见所欺骗 了解吗 然后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就是对这个人的处理了 那前面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的话说回来 我们刚刚第一节课 例如谈撒来 我们不知道这个人 他就是谈这个人的认出来 人见是心 了解吗 那你说了 人见是心 这个人 第一个 他要有 他要有 眼睛看得到啊 有物相可见啊 要有一个分别的心啊 甚至还可以讲到 他要有一个第七的自我 还有第八个阿赖言 他通通都是人的条件 那在这个地方 了解这个人的时候来悟那个真心 借这个人见来悟那个更根本的真心 那真心会是什么 超越这个人 我说了 有一个说法叫超越人所 其实超越人所根本的说法是超越这个人 很矛盾 一方面我们不知道人的存在 现在说这个人的存在 我们又要说超越人 所以最后讲到一个问题 你懂了 就叫做见见 你悟的话 就是见见非见 见不是见 了解吗 就是人不是人 那既然人不是人 那个是什么 不是说人是什么了 人不是人 那是什么 这个就是真心的觉悟 所以你知道人已经不容易了 现在还要超越对人的执着 所以说无环 本庙是本有的意思 本庙是本有 所以超越生命的本有叫本庙 不甲 不甲 对不对 就是说有 为什么会有甲呢 其实就是 把心当作是一个对象 才会有甲于物啊 就是孤高的意思啊 就独立的意思 然后他说不甲于物 其实就认这个真心是什么 是独立的 独立的 那在这个地方显示他的 不与物为武的精神 那无爱刚好相反 表示他同时是自由的 不甲有可能不自由了解吗 有爱 因为他标榜他的独立自主 可是说他是无爱与物的话 应该也就是说 他本身是跟物是可以相容的 那所以不动即身心不动即是道场 不动之心无爱与物 有动是什么意思呢 就被物所牵动了 然后呢牵动的是无明 不动的呢 不动是智慧 所以有智慧的话 不会有爱与万物 那说到不分了 我们就说了 不是是也不是非 什么意思呢 其实世界上常常存在有相对性的说法 然后取其一端 其实都有矛盾 刚刚取过英雄十四为例 再举一个举例就是 人可以胜天 有没有听过 那还是说 我们要尊敬自然 不要以为人可以胜天 人力有限 哪一个是真理啊 为物论的人比较说 人定胜天 你了解吗 最早的讲这个应该是荀子 荀子不是为物论 但是荀子有那个说法 相对于孟子来说 孟子比较 他们有一个说法 一个为心嘛 对不对 那没有那么简单 不完全是 但是荀子怎么说 天行有常 不为姚存 不为劫亡 应之以智则疾 应之以松 就是什么 我背过荀子二十篇了 这是天论的前面几句 他什么意思啊 天不为姚存 听懂吗 姚是圣君嘛 对不对 也不因为节 节是谁啊 节是豹君 对不对 也不因为节而亡 所以天之有无 不因为圣君 豹君的关系 而存亡 你用治理国家的道理的话 就会治 了解吗 就急 如果你用那个乱 来报证的话 那个就会松 所以 极松 之相 是什么 是由人 不由天 天是什么 天是自然的存在 他是讲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比较 偏重于 一个一个万物之相 来说明 你可知道 对于天的讲法 有好多种 有一个就是宗教的天 了解吗 然后呢 群子谈的是个自然天 所以说 自然的天 我们应该要 要 要什么 不是哦 群子的天 是要 克服他的 因为他代表了 大自然嘛 这个自然的环境 要克服他的 这个自然的环境要克服他的 才可以 获得美满的人生 这样是一种 一种天人关系的一种 一种人生观 天人关系可以听懂吗 就是说 人有人事 天有天理 人事天理要取得一个平衡 那我们就要怎么看 什么叫人 什么叫天 人是物质的人 还是超越物质 这是个问题 有些 有些思想把人当作物质的 你知道吗 那天是什么 天是自然 还是非自然 超越自然 是有意志的 也有很多种说法 对不对 所以 天人关系 其实 某个意思 也是心物关系的 另外一种的形式 是心还是物 你清楚吗 有没有这个问题意思 是天还是人 那 天人也好 心物也好 是相对的说法 对不对 在相对当中 偏于物质 还是偏于精神 偏于心还是物 偏于天还是人 那就是说 影响着我们 对于价值判断的 一个结果 所以说 究竟是存在决定了我们 还是我们决定了存在 在这个地方 就有这个剑 剑这个问题了 了解吗 生命最主要的 其实就是个剑的存在 佛法称为什么 正剑 有几个 有八个 称为什么 八正道 八正道 其实就是八正剑 可以吗 那所以说 八正道 比较偏于物的讲法 那八 我说是 这个 八正道 就是八正剑 那就是偏于心的说法 所以 是心是物 你知道吗 真理的表达不外乎这个意思 是的表达 布施的人有福 是是的表达 然后又说了 就是三轮体空 才是正布施 这就是 把那个 布施的人有福 这个减轻了他的有相 所以 慈悲没有敌人 这个是 世上的表达 了解吗 然后呢 敌人没有慈悲 那就是 非上的表达 各有各的真理 相对当中 都有他的 真理的张力 都很精彩 那你不要认真 就是执着的话 那就需要有更高的智慧 所以 见非是见 各位知道吗 因为他超情 超出我们烦情的一个分别 这里 各位注意 我有两个字补充进来 可能你那个讲义没有的 第一个是 无非 第二个呢 无不非 有没有 你讲义是不是 少了一个无字 那个无非 无不非 是非与不非 都同时超越 称之为无 可以吗 这个文字 是从原文来的 所以 我写了不够清楚 要补充 无非 无不非 然后呢 无是 无非是 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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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从事而来的 不非 就是从非 而来 听懂吗 所以 无非 无是 同时超越 对不对 不非 无非是 也从 无非 无是 再超越 理论是很复杂 其实 观念懂得也没很难 因为我说了 这个世界 不是肯定 就是否定 说好吃 就有人说不好吃吗 对不对 说辣的好 有人就说 辣的太过不好 那因此 事情有相对的 相对的所在 所以 要能 肯定 也要能 超越 所以要有 是的理解 也要有 非的理解 但是 是非 只是在相对 所以就是说 有无是 无非的理解 也要有 无非是 有 有无不非的理解 既然 一层又一层 都是在 理论上面 做说明 那离一切 一切 物相 了解吗 就是一切 法性的所在 所谓的物相 就是 世相是物相的一种 非相是物相的一种 因缘自然通通都是一个分别之相 佛法就是在讲 性相的不同 性就是法之所在 是不变的 不动的 然后呢 所以 见 非是见 就是 所说的 见性 世相 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相而已啊 是一个物相的说法 所以 要在这个地方 去打破 那这八个字 十六个字 很重要哦 见 见之时 见非是见 见有离见 见不能及 因此 什么叫做 第二个见呢 你要知道 要懂得第二个见 不是见 了解吗 然后呢 真见 不是人见 所能理解的 所以是 由离见 尚且离开了 分别之见 所能理解的 是分别之见 所不能够 理解到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个人所 它是个人所 所以 第一个见 你也不要执着 有这样一个东西 好不好 现在通通都只是个方便法而已 都是案例明相而已 如果这样执着的话 没办法懂 所以 第一个见 是觉悟的意思 好不好 你能觉悟 能见之间 那个 能分别之间的 见 的话 那这样一个 被 这样一个 分别 能见之间 就不是 不是啦 那不是那是什么 没有这种东西 好不好 就是一种 执着的说法 如果你还要再说 因缘自然的话 越说越远 不知所云 对不对 都是戏论 不是究竟 你看到啦 前面这里我都有 都有著名的 后面九跟十没有 怎么办呢 好 看这个好 那这个档案是在哪里的 给过各位咯 在那个 任言悟到眼中见心认真心 有没有 第二 然后呢 这里 这里的纲目可以补回来 就是 刚刚说的 刚刚说的是这个吗 见非事件 着急非正 有没有 见非事件 然后你 如果你为了清楚了关系 你就可以把这几个八个字 补回去 着急非真 要超越自我 这里是以什么为自我 以见性为自我 以能见为自我 了解吗 因为执着了 就不是真 不执着什么意思 不执着的意思就是 用否定语来表达 见非事件 我的字 我用杀的文字都经过三十年锻炼过了 所以我很有信心 这个是我自己的体会 对不对的话 要请大家一起来指教一下 见非事件 着急非正 因为超越自我 那前面那个见性超情 就是见离分别 超乎烦情 见性超情 对不对 这里没有 没有补充语 补充语 是我给的 前面这个纲目 是赵光的意思 我忘记了 是不是也是他的语言 我不敢全部确认 因为我还要再核对一下 那大概 这个意思 但是如果你懂的话 我们再讲今天的内容 就有道理了 知道吗 讲了两个钟头还没进入正题 所以说各位这个基础有了没有 两种见忘 就是别业的忘见跟同分的忘见 别业是个人的 那么同分是共同的 那么佛法讲这个祸业苦 所以这个见是不是苦的显现 某个角度是 为什么 因为祸就是因 那么苦呢 苦就是果 那么业是过去的因缘 对不对 因缘 所以因缘的业力牵引的结果 造成个人的跟大众的不同的业力 休息一下再说好了 为师不只是理论 为师是种观法 他是一个 基督做基督的聚观 我不讲为师 我们讲这个如来将 如来将也许是更高级的为师 因为为师讲八世 如来将还讲到真心 所以我们暂时先放下来 回到我们这个地方 渐渐之时 渐飞是渐 他是在破这个人渐是渐 这就是我今天要上课讲的核心 所以说一直以来讲的就是 就是这个人见是心 人见是心 来误这个真心 他讲人见是心 其实也是个方便语 因为从这里去觉悟 觉悟真心是什么 正因为是个方便语 所以进一步要把这个人所的关系 要打破 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见 见之时 见非是见 这个见是人见之见 不是见哦 翻译为白话文 人见之见 不是 不是见 那你还再加一个字 人见之见不是真见也可以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他一路上来要讲真心 真心需要有真见 了解吗 那真见在哪里 他一开始是从人见来说真见 就刚刚那个 我说了 愣眼睛这里是破为是的 我的讲法是破为是的见 因为为是会说人所 要破人所 然后愣眼睛就破这个人所的结果 就是心物一体 心物不分 所以没有人也没有所 所以没有人见没有所见才是真见 他说这个见是离开了见的分别 你也可以说这个真见不是那个见 人见所能理解 那这都是狗尾虚雕的说法 真见不是人见所能分析的 是说给需要听的人不懂的人听的 如果更超越的说法就说一个见就好了 见不是能够被分析的 因为他不是人所所见 是人所所见所不能够理解到的 因为他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个物啊 刚刚说过了心是不能被分析的好不好 心不能够用人见所见那个格局来理解的 你还要再说什么因缘自然 主要是因缘啦 所谓的和和 所谓第六四第七第八的话 那佛说如等身闻狭略无事 他批评的并不是身闻弟子 他批评的是这个为事 我的理解 这里隐藏者是对为事的一个批判 认为为事不是究竟的说法 所以清净的时向不通达 要阿兰好好再来忏悔一下 这个妙菩提路要怎么才可以 不要疲戴 疲戴的结果 就是疲倦怠就是怠惰了 意思就是没有在这个妙菩提路上面 精进认真努力 所以他告诉他 这个教训他 那因此到了今天的内容要谈的是 因为所谓的见性 见性世心的见性 是存在有两种不同的一个希望 一种是个人的 一种是共同的 那阿兰在这里就借着前面佛的一个教寻以后 他就再次请法了 就是谢谢师尊为大众生说这些道理 可是还是不懂啊 本来已经不懂了 听了渐渐飞渐更不懂 所以说 我的老天啊对不对 怎么办啊 佛慈悲一点点再多说一点好不好 好佛就告诉他说 你虽然是知识很强啊 这个很会记得各种的法相 但是真意多文的结果 对于真实的实修 所谓的舍磨他 舍磨他是修指 修指的意思 舍磨他是指的意思 所以要如何修指 就是修定 要有一种唯密的观照的功夫 就是修指而修定 就是修观照 就是指中 有很 很细密的功夫 就是观照 不只是 定而已 那这样的话 你的心 尚且没有 懂得这个道理 未了啊 未了就是没有懂啊 那因此 要好好地认真在听 然后呢 再为你分别开示 也让未来 有这方面烦恼的人 获得这个 觉悟的佛果 那这个道理事件说的 就是轮回世间的众生 是因为 颠倒分别的健忘 然后呢 分别的健忘 就是当初发生 当夜轮转 就是 深深灭灭了 所以这种深深灭灭是 不断的结果 因为他有他的分别之间 一个是 个人刚刚说的叫做个别的 就是别业 一种就是 称为 称为同分 就是大家都有分 所以是同分 所以是同分 你觉得呢 哪一个比较好懂啊 个人的人好懂 还是 同分好懂啊 其实两个都难懂 但是相对而言 大家都有共同的看法 就更难破除了 对不对 所以 他要分别来说明这两个道理 可是 说明这些道理 其实 就是 我们在这里 先看这个别业的望见 这段话不好懂 各位回去有没有读过 我们来看看他的道理 总共有几段呢 一段 这是第二段 再来一个所谓的进退和明 进退和明就是 和别业跟同分这两件事 来共同说明 进退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是说明的意思而已 说明啊 那就是说 和这两件不同的事情 来加以说明 然后我们就回到这个地方 来看他怎么说 事件之人 眼睛 生病了 叫做红眼 了解吗 赤神 他眼睛 有病 因此 因此 以身边的眼睛 夜晚看到灯光 那个灯 就跑出 五色重叠的援影 听说 听说开刀的眼睛 晚上 看夜色会有一些 影响 所以说 各位觉得呢 这个生病的人的眼睛 看到灯光 有出现 员光的话 这个员光 究竟是灯上之色 还是他眼中看到的 的光 问题 问啦 佛问啦 对对对 究竟是眼睛有病的人 眼睛有病的人 有眼病嘛 对不对 他看到那个灯光 这个灯光 看到有影子跑出来 那你没有 你没有问题 你的话 看不到 了解吗 本来应该是没有 不是本来 现在不是说 本来不本来 没有这个本来两个字 是说 你也看 我也看 我们那么多人一起看 只有某人看到 有援影 那请问大家 这个是灯色 还是剑色 那听哦 你说剑啊 照样被打出去 那看了 答案出来了 如果是灯 没有人选灯嘛 对不对 没有人选灯 但是如果是灯有 这个被你看到的 援影的话 那些没有生病的人 为什么 没有同时看到 如果是灯色是客观的 了解吗 灯色是客观的 意思就是说 有病没病的人 都应该同时看到才对 所以说 为什么这个援影 只有那个生病的人 的眼睛会看成这个样子 这是第一个 说灯色的是不对嘛 对不对 同意吗 同意了 那这两个问题 一个问你是灯色 第二个问你是剑色吗 剑色意思就是说 是你眼睛看出来的结果 叫剑色 所以如果是眼睛 看出来的结果 眼睛已经看 已经成色的话 那生病的人 看到援影的话 那个援影叫什么东西啊 有没有收到问题 如果是眼中 带着有色的眼光 去看的话 它已经成为 有援影之色 而那些生病的人 又看到援影 他看到援影 又知道什么援影 有没有收到这个答案 合不合理 合理啊 我读起来合理啊 你读起来合不合理 那到底他为什么这样表示呢 答案应该是什么 答案应该是说 说是剑色是不对的 说是灯色呢 也是不对的 两个都不对哦 所以应该有第三个答案 是什么 也是剑色 也是灯色 这是第三个答案 但是 也是灯色 也是剑色 是对的吗 所以还第四个答案 所以还第四个答案 也是不对的 非剑色 非灯色 所以这里有四个答案 灯色 第一个不对了 剑色不对了 那 不是A跟B 两个选择 也是A 也是B 不对 所以也不是A 也不是B 所以我说有四个了 好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 真正的答案应该在哪里呢 以上皆非的话 都不能够执着于一个而说是非 所以 所以四个答案都对 也四个答案也不对 那什么意思啊 我说过了 这一段话显示就是 心物不分 灯色物 见识心 心物一体 我说过了 凡复是心外求物 或物外密心 所以说 心会物化 物化就是被灯所决定 了解吗 然后物外求心 会有问题的 因为他在人所对立 再来求心的话 永远求不到 我前天就听过 有一个师兄在报告 他就讲他的心得 我就立刻有一个感受 刚刚跟各位说过了 这个慈悲没有敌人 这个是圣教所在吗 对不对 这个圣人之教的所在 慈悲没有敌人 作为圣人的弟子 就不会反对 也不敢反对 那样的一个话 对不对 可是他只是个对象的理解 而且基于圣人的加持 而相信的话 够不够啊 为什么不够 因为他没有体认 因为他没有体认 体认到真心 所以他会怀疑 因为他在现实看到的都是敌人 敌人都是没有慈悲的 没有良心的多 所以会冲击 可是 他不能反对 也不敢反对 他只能够做一个硬生虫 所以只能够做一个明教的 什么乖宝宝啊 我们大多数人不见吗 你能够反对爱国主义吗 你有不同意见 立刻被拿去墙壁吗 心中可以不满 但是不能表达 所以生命就是充满了各种的什么 不满 这个叫做撑 因为我们对现实是有怀疑的 我们对现实是有不满的 但是 其实在佛造有这个氛围 不要批评 不能检讨 那个叫做什么 毁谤 那越是高级 罪恶越大 毁谤三宝 罪名可大 所以 凡是牵涉到神圣的领域 都不能够说 所以大家都 都是说好话 存好心 但是心里充满了不满 那个叫做撑 有可能成为怨 最后点成恨 现实人生就是人所对立的世界 然后我们带着善心走进世界 那我们遇到恶的机会也蛮多的 所以我们怀疑世界 所以我们怀疑世界 我们也怀疑自己 我们也怀疑真理 可是你走进宗教的领域 或走进这个教条当中 都是要一教奉行 心中不能无愿 有些比较有反省的人 他就敢提出各种的反省 他要冲破这个罗王 然后做一个自由的人 像什么 谭世彤 他有说过这样的话 或庄州 还是陶渊明 那是少数的人 多数的人都必须 所以在这个真理之下要臣服 这样的话 我们累积了很多的怨言 多生理节以来 所以这个叫轮回 那要怎么去出生 从这里求生 所以佛法 佛法应该帮助我们 获得自由的 所以说为什么不自由 因为我们在人所当中 被束缚了 可是谁束缚你呢 所以要把打破 对于人的执着 我的体会就是 对人的执着 关键在于我们自以为 有人 所以 人就是因为有一个锁的世界 究竟是人决定了锁 还是锁 把我们拉进去 成为束缚 我读到这里 我都觉得是超越人锁 是真心的锁在 所以能够看懂了 见见非见 是不简单的 我们所谓的佛法 是在第二个键 在确定它的存在的 可是那眼睛说 那个不是究竟 见见非见 才是真理 才是真心 所以 布施的人有福 十一句动听的话 是一个对世间 一个教导的好话 但是 它还是在人锁当中 对 它是在人锁当中 所以说 要超越这个人锁 还要更高的超越 所以 布施的人有福 慈悲没有敌人 你有注意到吗 一个是四象 一个是非 刚刚说过了 有房有车 一个是无忧无虑 对不对 你都超越了 那个有房有车 无忧无虑 再来谈那个冷的话 这个又自由多了 所以 虽然有敌人 依旧不改我的慈悲 对不对 而并不是没有敌人 我才慈悲 这不是破了一个人吗 可是这个破法 还是在人锁当中在讲 相对当中来讲 理上如此说 那你要怎么去达到这个目标 那会不会是 这个又更深刻 要去思考一下 谁是你的敌人 为什么会招惹敌人 敌人会不会是自己化身出来的结果 有我才有敌人 对不对 无我无敌人 既然无我何来慈悲啊 无我 无慈悲 你能接受吗 不行 我一定要抓住个慈悲才可以 那既然的话 这个慈悲 只是一个物化的慈悲而已 你又用没有敌人来定义 慈悲的可取的话 那这个越扯就越远了 那已经违背了佛法的精神 就是要超越 所以说 回到这里来说 就是非灯非剑 刚刚说到这个地方 若是灯射若是剑射都不对 所以非灯非射 他还要告诉你 这个远影如果离灯别有 了解吗 远影不是灯的关系 是离开灯就有了 那你再看看其他的电脑啊 麦克风冷气机 会不会也有远影而来啊 因为他是离灯别有 所以理论的意思就是说 不能够离灯而有嘛 对不对 别有啊 不能离灯别有 如果离灯别有的话 其他东西也就都会有 如果离间而别有可以吗 离灯别有不行 离间别有可以吗 也不行 理由是什么 如果离间别有的话 就不是眼睛可以看得到了 不是眼睛看得到的话 为什么那些生病的人的眼睛看到远影 要下结论了 事故当之 色实在灯 然后呢 就是灯有灯色 但是看到远影的人 那就是因为他眼睛生病 那就是因为他眼睛生病 眼睛生病的话 眼睛生病的话 是 是一个比喻 比喻什么 比喻什么 我们 我们所谓的见都是生病的眼睛 好不好 有没有听懂 有没有听懂 你会怀疑 所有人的眼睛都是生病的眼睛吗 你不会怀疑为什么 因为你不觉得你有你有病 你不觉得自己是生病的眼睛 那后面他告诉你啊 生病有两个状况 一个是自己的病 一个是众人都有的病好不好 好 见你就同意了 所以他说啊 灯有灯色 但是之所以看到远影的是 见上有病 就是眼病 然后呢 影 见 远影 远影 跟这个能见都是生病 但是你知道生病的话 就不是病了 所以眼睛虽然生病 见神非病 有没有注意到 影 远影 是生病的结果 然后也是我们见有病的结果 那你知道自己这个生病的话 就不是病 所以眼睛虽然生病 但是眼睛虽然生病 但是知道是病就不是问题了 有这种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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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你同意吗 你同意吗 我是生病的 但是我知道我生病 所以生病的是身体 心里不病 可不可以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那很多人生病 也不承认生病 不承认 第二个也不知道什么叫病 那是不是病很严重 那是在讲这个 所以终不应言 是灯是剑 既非灯 亦非剑 那是什么呢 是你知不知道的问题 其实是说也是灯也是剑 但是也非是灯 非是剑 所以这个地方 它在说明 如第二月 第二月非体非影 非体非影是什么意思 是说它要打比喻 说明这个眼见 这个眼相之剑 不是真心之剑 也不是这个月影之剑 那是说第二之关 所以那个捏 捏是那个 眯起眼睛来看的 叫捏 那么 在这里要去区分那个 捏之根源 是行 非行 离剑 非剑 都是不对的 它说此意如此 慕神所成 本经欲明谁是灯是剑 何况分别非灯非剑 结论在这里 是跟非都不对 只是眼睛生病的结果 那眼睛生病 其实就是业障 对不对 是业障 然后是虚妄的 所以 你有看懂吗 这是虚妄的业障的话 那到底是 是灯是剑 都不是 不是客观的 也不是主观的 它用这个来说明一个道理 就是 是心是物 非心非物 心物不分 要懂了这个 我们才可以去了解 任言经 要找真心的原理 是心物一体 来了解的话 那心中有物 物物中有心的话 才不会心物二分 那至于这个 要怎么再深刻的去讨论 我们可以再来思考一下 因为最后一堂课 我们要谈合不合合 要把这个道理 要再讲一次 讲一个清楚的道理 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道理看完 一般会把这个别业同分 只当作是个别的 共同的 说明我们都有一个妄见 就到此为止了 但是我觉得道理不是那么肤浅 他为什么要说 这两种不同的妄见 那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人见的虚妄 因为一路开始就讲那个 人见来比喻真心 那到这里的话 又把这个人见否定掉了 所以 用尖尖非见来做 做结论 来做结论 别业同分只是在这个结论 做一个注角而已 注角听懂吗 就是注解 那最后有一个结论 合合不合合 就把这个 尖尖非见 以及这两个注角 做一个总说 就称为结论 非合合 非不合合 合合是因缘 那么不合合就是不是因缘 其实也可以说自然也是因缘的一种 我看起来 也就是物化的结果 找道理来说 那都把这个道理再做补充的话 贱贱非贱 五云非五云 六路非六路 所以物相非物相 各位知道吗 四颗非四大 总说了 四颗非四大 那四颗是万法的分析的话 那也就是一个物相的道理 物相非物相的话 物中有心 各位知道吗 那我们最主要的也就是 即物即心 要不要再物中迷思 要物其四心 先又说了 心不是心 听懂没有 贱贱非贱 就是心不是心 那为什么会掉进去呢 因为我们有别业 有同分的不同的一个业障 所以 谈真心是超越的 但是 五云四颗的存在是现实的 所以 生命是要能从现实走回来啊 高谈或论 大家都会各凭本事 各有各的道理 讲得很精彩 但是 你现实没有体验过 没有从艰难突破 过这个体会 那 讲得最好 也只是风花雪月 佛法 不是风花雪月啊 佛法是千辛万苦 体会回来的 也不是那个 在经论里面去 爬书文字 看了几本注解就可以了 所以 需要对现实有足够的体会 能够从现实走过来 那才可贵啊 所以 五云 五云是个真实的 我说啊 五云是个真实的 观五云皆空是谁的本事啊 观音世音菩萨啊 我们借观音菩萨来 自己说自己多么的 有程度 那只是 那只是你身体好的时候的 说法而已 上课完回到家里 还是要面对自己的问题嘛 对不对 该煮饭就要煮饭 该吃饭就要吃饭 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五云六路 所以出十八戒的事情 那这里有真心吗 嗯 也有真心 但是不要执着于真心 所以 同分望见是什么 中间其实是 很详细的说明 只不过 只不过是在说 这里 这里有好多不同的国家 对不对 然后呢 甲国跟乙国 然后彼此不同 大家在想法不同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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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业障或那个姻缘 各自不同的结果 但此国见 彼国本所不闻 一不一副不闻的话 不见不闻 所以 那有个别的 也有共同的一种 夜感缘起 那他就是说 用这两个不同 来加以说明 那进退 我没有讲太复杂了 进退 其实就是综合 这些道理 来说明 就是 一般的凡复众生的别业望见 你看到灯光中显现了圆影 虽然这个圆影仿佛是真有的情境 终究而言 使他自己 并目 生病 所造成的结果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生病的神 就是 见上的疲劳 然后呢 就不是灯色 所造的结果 所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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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了这个 病的人 是没有这个见得过旧的 用这个来举例 以目见三合国土及住众生 其实都是无死见病所成 这个才是他要讲的道理 了解吗 你会怀疑自己眼睛能看到三合大地一切的东西 这个都是你无死以来 眼中生病所造成的吗 会吗 不会啊 凡夫不会啊 那随为是的 也不会怀疑的 因为他会肯定这个人见的 你知道吗 他怀疑是这个见缘 他不会怀疑这个人见 这个地方是破佛法 你知道吗 不是破凡夫 他说见与见缘 这个人好像也显现眼前之近 对不对 其实原来都是自己的什么 绝命所攀缘的病 原我绝命见 原来都是我自己的那个真心的绝命 然后呢 有一个人见所攀缘的病的结果 所以三合大地都是因为病目所攀缘的话 这个绝上有见就是病目了 绝见即神 这是个字什么意思啊 真心如果还讲真心有见就是病目 这十论眼睛的主张 绝见即神 你要看懂这十个字 本觉明心 绝缘非神 如果你能够觉悟这些都是攀缘的话 那就没有生病了 那就没有生病了 本觉明心绝缘非神 这是绝见即神 这十二个字很重要哦 觉所觉神 有觉以及所觉的话就是病目 觉不在病目当中 你们看懂 觉所觉 觉跟所觉是不是相对的 有一个人觉有一个所觉的话就是病目 而真正的觉不是在病目中 所以觉是超越人所的 就所谓的见见的意思 就是自己要觉悟自己的见是非见 非见 非见意思就是不落在见中来理解 还说什么觉闻之见呢 读问之见是见的作用 没有这些讲法啦 所以阿难啊 你今天所看到这一切都是见上有病 而不是知道见上致病的结果 非见神者 这个见啊 这个见是一个发现 这个洞察 是个明白 你不是真懂的自己生病 而是你自己已经是在病 这一集见神 那所以说见有所谓一个真经的话 这个真心哦 知见它本质不是生病 因此不叫做见 有没有听懂 一直都告诉大家要认见 现在跟你说 那个不是见 夸张吧 为什么 在相对中说法 前面说啥来不要认真 这里呢 你也不要认真 如果认真呢 你会怀疑前面的问题 听懂没有 你会怀疑前面 然后那既然我不认真 我干嘛要学习啊 学习的目的在于觉悟 这个地方有意思 这个不是一般所谓的学啦 老子说觉慑无忧啊 我们一路学下来 会不会充满了各种怀疑啊 这就是称之为优啦 我到底学对吗 还是学不对 所以 人眼睛是很高的讲法 他是要做什么 不明见 他这里用这个不明见 意思就是说 你要用飞向来了解 前面说啦 见性是心 心是者 心是见性 这些说法 就是 就是肯定语 是相 这里用飞向来表达 那真理是是非两不到 方是真 有没有懂这个道理 懂这个道理 你就可以开始去参了 就可以悟了 然后呢 要把经文 好好再读通 读懂的话 这个地方 心悟不分啦 即心即悟 所以 不能够说是见 也不能够说非见 那到底是什么 那你要懂啊 好 最后一段了 这个 其实我还没讲完 话说回来 不过没关系 我们还有一个结论 这个道理也不容易讲清楚 文字写出来比较笃定 所以 要把它文字化 就像我给各位的讲义 跑不掉嘛 对不对 错了就改啊 一个字不能动他的 那才叫做什么 真知啊 阿难如比众生同分妄见 利比妄见别业一人 一病无人同比一国 我比见远影神妄所生 此众同分所见不详 同见业中障恶所起 居是无始见妄所生 有没有 不管是别业跟同业 同分 其实都是无始以来见妄所生 所以说 这一些所见的东西 都是什么 同是绝名无漏妙心 见闻觉知 那你以为你有见闻觉知吗 意思什么 你有 人知的本领吗 对不对 都是看得到吗 对 你以为你有看得到 其实都是希望并缘 和和 旺生 和和旺死 你有觉悟吗 没有嘛 所以就在旺生 旺死当中 在因缘当中 轮回啊 他在讲这个道理 能够远离 诸和和 因缘 以及不和和的因缘 其实不管你讲因缘也好 你说不是因缘也好 总之 总之 你是在对上的世界当中 有一个所谓的坚固的人 那这里就有一个生死之因在了 所以说要把这个坚固的人打破 然后才可能圆满了菩提的不生不灭的道理 回到清净的本心本觉常住 这个地方 可以这样细细的写一个文字 才可以把它讲得更清楚 因为时间快到了 所以我们再看一个地方 就 不是这个 看看 两种健忘 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这个部分 好 两种健忘 两种健 都不是真实的健 只是从真起望 而产生的人健 与所健的世界 众生执着 以为人健是真 其实就是一种健病 个人如此 扩大到一家一国之人都是如此 是说这个意思 了解吗 这是第一个部分 所以说生命的健究竟是如何来理解 要知道当中有真有假 任言经肯定真心的说法 而且是从我们的六根 其实六根就是我们这个身心中去发现 所谓的身心就是我们这个现实的五蕴 但是五蕴的六根或身心是像 发现什么 发现它的性 用见性来做说明 那年真脉书 真教光的真脉书指出见 像中有见性十个 同时他也说有两种健忘 那他怎么说明 他用待望显真谈十番 他用颇望显真来谈两种健忘 你可以去看他的原书 这样的话真心妄性认识 是不离我们这个五蕴的存在 可是也要知道他的真 也要知道他的妄 妄中有真 需要有慧眼才能认识 这个是 简单件去做说明 做结论 那真正要做结论的话 要到了最后一堂课 我们再来看 各位就可以把前面的一路 看到最后 那是什么 看看能不能 过完年就立刻开悟了 有可能 就会开悟了 因为我觉得 读第三卷 是读第二卷的延伸而已 第二卷读不懂 第三卷就不用读了 所以我也没有立刻 继续来讲他 我们就讲金刚经 那讲完金刚经 再回头看第三卷 可能就 又不一样 对不对 好准备上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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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